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你说累 譬如我们刚才看完CRB商品指数 升风就真的厉害 但如果我们看各项资产不同的关系 似乎未累到一个想急急逃离 即是那样东西 因为你见到股票市场为例 你美国反映Resson 美国股市 道指和标普都是比较逼近新高位 是 年升了两个星期 NASDAQ也年升了三个星期 大家感觉上觉得好像市场做是很肯 投入去高风险的市场里面 其实和商品是牵着手走的 是 没错 主要来说今天的主题 其实来来去都是风险委纳或者避险 就是Risk Off 这两个主题 而希望引渡到各位 生活中有个概念 知道究竟是否真的商品的 但是牛市会继续 好像高城吹嘘到 哇 同价去到 二万 二万 三万 现在才一万都没有 现在跌穿了九千九 十二个月看万五 接下来就两万 是的 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呢 那你留意这些大行 永远都要 Catch your eyes Eye catching 是的 是的 所以其实 都是那句 做了这么多十年 尤其是我算是 在香港做商品 是日子最久的一位 商品分开几大来说 很简单 农产品 如果各位买农产品 你是我仇人 一定叫你买 是的 这一刻是的 是的 即是你看到 不是的 丁sir 九年够淡 现在又七个多 大豆升到十六分 是吗 升到十几年那位 大豆的玉米 但是你留意一下 这些 其实不要忘记 美国佬呢 因为我们中国 要和美国每个月 还要买平均 大概九十亿 美金的商品 去到年底 是没卖完 而且去年是不达标的 所以今年每个月 买一百亿美金 一百亿美金里面 大部分是三分二以上 甚至四分三 因为最新的隔壁还没有 都是大豆和玉米 所以你说美国有干旱吗 你问一下美国的农府 没有干旱 根本就是 文艺部的报告 告诉你们有 好像 是的 那个干旱程度 不是足以令到 大豆 爆升那么多 四五成那么多 所以都是中国 没有办法 我二十年实际上 讲的两个名言 就是中国的出口 就越来越便宜 要入口的东西就越来越贵 越来越贵 所以纯粹是这个因素 有贵的东西 不就越来越贵 梲香 哪是 你越来越贵 上山 路由 上山